今晚吃猪脚 我叫我弟来跟我们一起吃啊 今晚就那么小个猪脚 你还叫你弟来吃啊 一大锅诶 你能不能不要总是吃什么都想着你弟啊 这很好啊 吃什么好吃的都会叫自己家人对吧 一家人吃也热闹 那猪脚才那么点啊 都不到一只都是半只的 你连吃个猪脚都要叫 平时吃鸡啊 吃鸭啊 吃鹅啊 吃鹅啊 这些叫我都不说啥了 是不是啊 起码就不用叫了啊 不叫了 那么多也不能叫啊 那么一大锅还说一点 必须叫啊 多少无所谓不够就吃白菜 那全是汤 一家人吃开心够不够都无所谓的 你弟啊一个星期都来这里来好几次了 是不是啊 吃饭来了也不少了 少一顿无所谓的啊 吃猪脚啊又不是啥是吧 吃炒菜我也不会叫他呀 吃好吃的我才会叫他 本来就没有多少肉嘛 你看嘛真的是 我看来很多呀 很多很多 哪里很多嘛 你看全是汤 你看就就那么 你看都是骨头 你看 你看 就就那么点肉 全是汤 那么大而国汤 喝汤也行啊 一家人一起喝汤都幸福 真的是 干啥都想着你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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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福帝魔啊 这样子家庭在团结 动不动拿钱给你帝 动不动给你帝买摩托车 又想给他买小车 天天的去玩游戏钱也不赚 那人我都不想看到了现在 这吃顿饭你怎么那么多话呢 吃顿饭哪那么多话 一来到你吃完饭 就该就问你要钱了 经常这样子搞 来一次问一次来一次问一次 天天无所事事 有时候钱也不去赚 总是没钱用来问我们要 他迫不得已太问了 你以为他想问你的很啊 就吃个猪脚的 也要也要加完 平时吃大猪脚我不说啥 这回就半吃啊也不是很多啊 是不是啊 我们一家人吃都差不多差不多 是吧 那我们就少吃点呗 一家人一起吃才好嘛 反正我是不想叫你帝了 那帝你那帝啊 简直就是吸血鬼啊 叫我弟吃润饭你自己这么说吗 怎么不至于这么说啊 你弟就是不该理他的人 我们就不应该理他 爱干啥干啥去 他是我弟能不理吗 别管他 你怎么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那又不是别人是我弟 你管他干啥呢 有的吃又吃没有 没有的吃自己赚钱自己买吃去 谁像你这样子啊 谁像你这样子啊 不然有什么好吃的都会叫家人一起吃 他每次来吃还挑哎 又不是说吃完就走 要是他一来吃完就走了 无所谓啊可以来吃 来吃完了还要挑 就感觉这不好吃那不好吃的 吃完还要问你要钱去玩 别叫来啦 人家帝我根本就不想看到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